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VUE3课程的第七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修改技术器,是这样 咱们上期呢,是用传统的Options API编写了一个技术器 正常使用,没问题,对吧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使用组合式API来改造它一下 该怎么做,就是今天咱们要完成的工作哦 好,先扫续马上开始 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官网 就是这个VUE的API 因为今后呢,咱们很多时候都要参考它 Ctrl C做拷贝,马上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VUE的官方API参考 所有的API呢,在这个地方呢,都可以找到 大家往下看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组合式API 咱们要用到的所有内容呢 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参照 咱们今天,因为是API的第一期 所以说呢,咱们会用到SiteUp这个勾子函数 咱们可以点一下基本使用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网页 在这个网页当中给咱们描述了 该如何的使用SiteUp勾子函数 不过今天呢,小马给您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咱们马上开始吧 好的,回到小马的课件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只有一个工作要做 就是使用组合式API来改造一下咱们上期的技术器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小马呢,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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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